Hello 亲爱的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王者荣耀中有强势英雄就一定会有能克制他的英雄 万物相奢相克 猴子自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是脆皮英雄心里的噩梦 那么在峡谷中哪些英雄最克制猴子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 夏猴敦 夏猴敦又被称为夏猴敦 这个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夏猴敦有位移 有控制 还有真伤 所有的技能机制他都有 而且还很肉 猴子想找夏猴敦单挑的话 只会被夏猴敦慢慢磨死 第二个 刘备 刘备作为战士型打野 刷野速度快 前期入戚能力强 而猴子作为中后期英雄 刘备在前期可以很好的克制猴子 大招免控带吸血可以轻松化解猴子的爆发 刘备只要一发一技能就可以打掉猴子半血 但前提是要贴连打 所以刘备打猴子的最好方式就是反打 等着猴子自己扑过来就行 第三个 老夫子 老夫子作为献霸 单挑还真没怕过谁 一技能带有真伤 二技能拥有70%的免伤 猴子一棍子敲下来根本打不出伤害 而老夫子的大招却可以将猴子捆起来打 除了末世和反甲 老夫子要单杀猴子是很轻松的 以上就是克制猴子的三位英雄 各位小伙伴还知道哪些英雄也同样克制猴子吗 欢迎联谈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